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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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镇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镇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镇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镇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镇 这些新客户有没有资金 因为这个是随缘落座的 没有强迫性 不一定要负金 但我是希望 即是多了這些新的訂戶 那麼我們這些舊的訂戶 也幫我們share出去 找多些人去subscribe這個頻道 希望可以去到30萬 過了一年 這麼少還有2萬多 是很容易的 大家幫幫忙吧 尤其是你那些不交台費的 起碼要做這件事 是吧 share 它 按個訂閱 按鐘仔 很簡單而已 所有的影片都分享 搞定了 所以希望大家 因為我們一定要將訂人數 去到30萬次少 今天我們其他設務 我們訂出去的時候 比較容易 容易接觸到其他 多一些的人 而事實上現在 這半年多了很多新的朋友 來看我們的設務 當然啦 在YouTube裡面的留言 我們也沒有限制的 那些五毛都是繼續發功的 OK 五毛有兩種的 一種就是那些共產黨五毛 一種就是那些黃絲五毛 OK 兩種 我們都無任歡迎的 你增加我的流量 你夠說什麼都無所謂啦 總之 你數我全家 也無所謂的 那些大陸五毛就寫錯了 黃疏文還沒死的 連他動字都不懂得寫 就問我還沒死 你看到這些是覺得好笑的 是吧 但是沒所謂啦 有些人就限制人家在YouTube留言 怕被人罵 你什麼 有什麼所謂啊 大哥 對不對 是不是 我們那時候還有些人 可能看不過眼 就是我們這些 可以管理那個channel的人 去散開別人的 或者去封鎖別人 其實也沒什麼必要 不要浪費時間 對不對 最好就是我們的支持者 你看到這些 你是橙還是上天花板就對了 吵吵吵吵吵 多些人 多好啊 是不是 我們是無任歡迎 說回正題 剛才我說曾鈺誠那個說法 只有一個人去選 為什麼會只有一個人去選呢 就是中央就怕 就是說 如果兩個建制派 我們這個說法也有問題 沒有什麼所謂建制非建制 在這個選舉裡面 包括立法會裡面 只有一種人而已 是不是 就是那些走狗 奴才 奴才就是奴才 你想一下共產黨那些 是不是 人不像人鬼不像 用我們的角度來說 是不是 但是他們那些人 全部都是男的 你真是 這麼簡單 是不是 因為他 設定了這個制度之後 就是要達到這樣的效果 你不會出現了 梁家傑去參選 何俊仁去參選 胡國興去參選 曾俊懷去參選 這種情況是不會出現的 是不是 現在擺在目前就是兩個 前特首可能兩個去抽 但是如果按照曾鈺誠那個說法 現在又沒有 就是 還沒有決定給不給林鄭月娥連任 所以現在是很詭異的 梁振英呢 他的陣營就不斷發功動這個林鄭月娥 那你這個時間 不斷發功去動林鄭月娥 尤其是那個矇眼仔 張志剛 不停地寫文去動這個林鄭月娥 那林鄭月娥 難道 她不知道 是不是 是不是 那林鄭月娥如果不去選的話 不打算去爭取連任的話 她不用理你張志剛 是不是 那她現在都可能 喂 都有人在幫她發功 看看怎樣去收拾梁振英 所以我最近對他們兩個人特別關注 對賊婆和梁匪振英特別關注 所以我今天寫的篇文 我將我今天寫的篇文 和曾鈺成的說法 你拍起來看 我們沒有約定的 那條標題是什麼 港獨之父梁匪振英未死得 台獨之母林鄭月娥可連任 我都覺得這條標題是佳作 那個是港獨之父 大家沒什麼爭論 為什麼林鄭月娥是台獨之母 有個年輕人提醒了我的 就是台獨之母 不是我發明的 但是有時候我們要向年輕人學習 他們的思想比較奔放一點 他可以誣蔑人 或者上江上市 可以去到這個地步 他叫做台獨之母 那你有時候想想 有沒有搞錯林鄭月娥 你說英文 是不是 用英文來思考 現在最近 普通話很有進步 然後還要講匪語 花了一點時間去學習 你明白嗎 為什麼是台獨之母 對台灣又認識不深 是嗎 但是因為他在這個 逃犯修訂條例 引起這麼大反彈的時候 他還一意孤行 然後造成更大的禍害 是嗎 然後給 這個 就是 蔡英文 可以將這個所謂隔身 不是 sorry 將這個抗中保台升級 納選票 我那時候來看選舉的時候 然後 兩年前 他那些宣傳片 就是將香港 那些警察 那些警暴 怎樣勾打我們的年青人 打到躺在那裏 兜心開槍那些 那些片呢 全部呢 就是做他們選舉的宣傳片 都算屌你 那些無人糧 你知道嗎 這些就真是吃人血饅頭了 然後呢 那個slogan就是 我們的年青人 如果不想像香港這些年青人一樣呢 你就一定投票選民進黨啦 這個意思是這樣 是不是很難撲街呀 搞政治一定要撲街的 搞政治不撲街怎麼贏呢 那他就贏了 高票 你韓國瑜 賜嘛 不夠仆街嘛 那不一定是輸的 那之所以可以讓他用香港問題來做他的選舉機器呢 就多謝林鄭月娥嘛 大哥呀 是不是 那他是台獨 他叫什麼 台獨總統 現在變成了 台獨的做總統 那麼台獨的聲浪就很高了 台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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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多威風啊 所以說他是台獨之母 就是 又不是沒有道理的 老實講 當然有一點點硬來 其實 想告訴大家 共產黨也好 香港政府也好 你經常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是不是 又說要統一 是不是 跟著又要說這個民進黨搞台獨 叫你的所作所為 幫民進黨加分 是不是 幫民進黨拉票 是不是 你是想國民黨死得快點 我們 那個思考方式就會這樣看 你要令台灣的台獨成為現實 然後你就大條道理打敗他 不是為何你天天在那裏 染紅這個國民黨 是不是 天天在那裏幫民進黨拉票 是不是 喂現在 今年11月台灣就九合一選舉 是不是 主要呢 就是六刀加其他那十幾個院士的執政權 現在國民黨呢 雖然沒有了高雄 這個所謂直轄市 是不是 因為 韓國瑜被人罷免了 那麼 民進黨搶回高雄 但是台北不是你的 新北不是你的 台中不是你的 OK 那麼你民進黨是不是想盡千方百計 喂 台北市 新北市 台中市要拉回來呢 三個直轄市 還有其他 你現在 民進黨 全面執政 國會裏面一個半數 總統是你 但是在地方 百里喉那裏 你是少數的 所以呢 現在這七八個月 民進黨所做的每一件事 都是為了選舉 要消滅國民黨 在地方的 那個所謂 執政 必然的 那你 繼續吧 那你不就幫他拉票 那你倆無力做台獨之母 是不是 我被這位年輕人一言驚醒 所以真的是台獨之母 我那篇文章 後面有一段這樣說的 怕大家 不看星宴 不看那篇文章 我現在在說 所謂特首選舉 我就忽生其想 是不是 就是 所以這條標題就是 港獨之父 梁匪振英 未死得台獨之母 林賊 鄭月娥可憐 那最後那段是說什麼呢 就說香港 被這個林鄭月娥 搞到雞毛鴨血 香港人就招不保值 是不是 那常理來說 如果他可以繼續 林莊做特首 那就 按照 這個共產黨的 過去的思維方式 那你煽動 香港人更加 憎恨中共政權 是不是 如果法律上 你就違反國安法 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所以你繼續陰點 這個林鄭 去 做特首的話 那你是不是有一點點捉蟲呢 是不是 但是你猜不到他 共產黨的事情 是不是 梁振英是港獨之父 他也政協主席也可以做 副主席也可以做 是不是 那你這個 間接為這個蔡英文助選的 是不是 的林鄭月娥 那我說他是港獨之母 不是台獨之母 那他有機會連任 怎麼這麼奇怪 港獨之父可以全國政協主席 台獨之母可以做這個 繼續連任做特首 不奇怪 所以其實曾鈺成的那篇文 就是那個說法 他是沒有說死 說這個林鄭不會去 沒有機會連任 是不是 所以這一點呢 我看回自己今天寫的那篇文 咦 大家的思維方向 都有點相近 真的是 正路 真的不用想 這個插牌是掛的 如果按照曾鈺成的說法呢 現在遲遲都中央都未表態 是不是 那就證明他都可能是有機 去連任的 就是 換一個方法來講就是 喂 他未必 現在未批死不讓他連任 是不是 因為事實上是 今天24號 大哥 原本再過20天左右 是提名期開始的 在提名期前一個月是沒有聲器 只有一個叫做閃國林出來 說他要參選 這個是 過去 歷屆的特首選舉 沒有出現過的 這些呢 兩秒就要走投了 OK 不要放上去 兩秒就要走投了 所以現在是很詭異的 但是無論怎樣也好 其實大家都很清楚 end up 就是共產黨作主 是不是 那大家 現在可以找來講一下 這個意思而已 是不是 那你報紙 有些東西可以登下 那有些東西可以登下 那有些東西可以靠消息 如何如何 那我覺得過了一年 很快就揭衷了 其實 那現在 還有幾天過年 過了一年之後 新精頭 是不是 那不要大吉利事 大哥 你有什麼飯 吐幾口出來 就知道 誰出來選 是不是 梁振英也好 這個 林鄭也好 但是現在事實上 那些所謂potential candidate 只是那幾個而已 是不是 除了這兩個之外 但是這個雞珍 是不是 雞珍 吹得很行 那葉劉 老實說 他也能夠爭取提名 是不是 就是他 但是 大家留意一下 沒有過出聲 陳茂波 是不是 葉劉 李家超我覺得 這個機會也不高的 OK 如果你問我 即是食尚太難看了 那個上頭又肉酸 好 休息一會